自改房车旅行从东北自驾到三亚行驶4500公里,总共花了多少钱? 我们是来自辽宁大连的90后夫妻,今年10月份带着82岁奶奶从大连出发。 一路向南,经过辽宁、河北、天津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广东,最后抵达海南三亚。 很多人说一定是很有钱才带着家人出来旅游,其实房车旅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贵,反而更省钱。 这期视频算一下我们从东北自驾到海南的花销。 房车是2.2T柴油车,我们行驶4500公里,花了4500块。 过路费花了2000元,包括进海南的船票和车票,还有环保费,环保费的话是一天22块钱。 停车费一般都是会找免费的,最贵的一次停车花了10块钱。 还有去景区的门票,我们三个人老人免票,去了245A级景区,一共花费500元。 还有好多不需要门票的地方,景也非常的美。 再就是我们吃住方面,我们很少在外面吃,偶尔也会品尝当地特色美食。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做,在家拿的菜到现在还没吃完。 三个人吃方面,一共花了1000元左右。 住方面我们更是没花钱,我们三个人睡在房车里很舒服, 偶尔也会住一次店洗澡洗衣服,这方面花了200元。 车上的水电都是免费的。 电的话一般都是行车充电,太阳能发电。 充电桩充电,离电池存电。 加一次油就加一次水,很方便。 再就是奶奶每天追剧用的无线WiFi, 我们依然用的是西藏的流量卡50块钱70个G。 所以从东北到三亚,我们一路的花销是8300元左右。 这样的花销你能接受吗?